中国民营航天企业林克航天将于8月10号在位于青海省芒芽市冷湖镇的火箭基地进行新一代可回收火箭RLV-T5第三次发射及回收试验。 本次试验的可回收火箭代号为RLV-T5,是目前中国国内体量最大、技术最先进的可回收火箭,该舰全舰高8.1米,起飞质量1.5吨, 动力系统采用5台可变推力的液体火箭发动机并联组成,主要用于将来压轨道可回收火箭和入轨级可回收火箭的先期技术探索。 具有技术新颖实用、试验成本低廉、可重复使用次数高、可快速迭代等特点。 据林克航天副总裁万美介绍,此前林克航天RLV-T5型可回收火箭就曾在2019年3月27号和4月19号先后两次进行低空回收飞行,飞行高度分别为20米和40米。 这次的话我们来到这个林克航天的5火箭基地将要进行这个高空的这个数百米的可回收,如果这次这次回收成功,我们将在这个可回收领域将完成一个新的技术设备。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